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你要回岭水 去看可欣的父母 可欣决定定去海南了不是吗 我想趁他爸爸大寿的时候 去见见他们 可岭水 毕竟是是非之地 我担心你要是回去 被简佳人看到怎么办 妈 你放心啊 这次回去呢 我除了去可欣的公司 就是在可欣家 不会乱跑 而且很快 很快就回来 要是 你一定想要回去的话 妈陪你一起回去 不是 妈 你也别太着急吧 现在双方父母见面也太早了一点 妈是想去看看你爸 你和可欣 现在这个事情 我是很为你们高兴的 可欣是个善解人意的好姑娘 所以我也想回去 给你爸爸念叨念叨 另外 妈 我们以后 就要在海南定居了嘛 回岭水的机会 肯定就很少了 也算是跟爸爸告个别 还有呢 我就是要回趟家 把一些必要的东西 都搬过来 以后 你不是要在海南买房子的吗 妈就想着 把岭水的房子清空 卖掉 反正 我就想着能够回去一趟 心里就觉得踏实 行 还是您小的周老 那好 那你就去订机票 收拾行李 妈现在就去给你姐打电话 让她在淋水和我们碰面 好 这些货我俩要好好直播一下 应该能赚不少钱 现在就这么便宜卖了 是不是有点亏啊 阿姨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咱俩以后啊 就是利新集团策划部正副手 经手都是千万上亿的买的 这点小本买的 咱别留恋了 好嘞 小胖啊 把货盘清楚了 好 好 大眼 喂 怎么了 真有吗 有 的确在人家称呼对面 那你先忙去吧 这事你必须给我一解释啊 为什么别人仓库对面都没摄像头 就我对面仓库有 什么意思啊 监视我 这是你们失职知道吗 真对不起啊 您也别生气 我们也不知道 他们在门口装了摄像头 有可能是防盗呗 你们园区不是有防盗摄像头吗 为什么还在自己仓库外面装啊 再说了 你装防盗 应该是冲着里面 为什么冲着外面啊 还那么隐蔽 你觉得是可能吗 您别生气 这件事呢 的的确确是我们的疏忽 好商量 好商量也行 你现在告诉我 对面仓库是谁租的 这个真对不起 我们没这个权限 这属于客户的隐私 行吧 你今天要不给我解释清楚啊 那咱们就发院见 到时候呢 事情闹大了 我看谁租你们仓库 等等 就这一回啊 三十六号库 三十六号库 城租人 宁术 宁术 我会要等你 你们聊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你看起来 看起来气色还不错 你觉得我应该怎么样啊 生不如死 你要是一直逃亡在国外 那才叫生不如死 那现在这样 应该好多了吧 姐明明 你是不是来讽刺我的 老张 我明白你恨我 又很深的恨疑 我也恨你 特别是你骗了我 我让财哥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 我都想杀了你 可是你回来后 老二来劝了我 再加上庭审的时候 看到你认错的态度 我突然就心软了 仔细想想 毕竟你帮过我 帮过我们捡家 如果没有你 集团恐怕早就完蛋了 所以 虽然我不想说 但我也得承认 你是我们捡家的恩人 我应该谢谢你的 那你要是这么说 我也该谢谢你 要是没有你 我这辈子 也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工人 也不会过上 这二十多年的富裕日子 这笔账 咱俩扯平了 是啊 咱俩斗了二十多年 这没必要再斗下去了 把这些话都说开了 你我也就安心了 以后你有什么需要 你只要告诉老二 或者直接告诉我也行 毕竟咱俩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 我对你还是比较了解的 以后我也会定期过来看看你 带点你喜爱的书报给你 你在里边也可以消磨消磨时间 给自己充电 等你出来了 别落后这个时代太多 明明 我是真没想到 你还能这么对我 我谢谢你 和我还客气什么呀 我现在啊 我现在真是后悔 怎么就做出这样的事呢 弄得六十的人了 还得亡命天涯 老得现在这个地步 都是过去的事了 别想了 凡事朝前看 朝前看 我现在都土埋半截子了 等再出来 还能看见什么呀 我就是恨了自己啊 怎么就鬼迷心窍 干了这违法的事情 已经这样了 就别再自责了 我原谅你了 你也原谅你自己吧 你说什么 咱俩毕竟夫妻这么久 得饶人处且饶人 再说你也是因为 一时想不开 才做了对不起我的事 我真的不计较你了 我请你 咱俩是应该原谅谁呀 当初要不是你 拿着那些假材料来逼我 我何至于卷走这八千万呢 我现在回来坐牢 那是我不愿意跟你计较 你知道吗你 程丽心你什么意思呀 你不是悔改呀 我改什么我改 你以为那八千万 人家真的是冲着我来的吗 我告诉你 是我替你挡枪 才闹得现在这个地步 要是没我 你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你放屁 八千万是你拿走的 是你想要害我 我就不应该对你这么客气 我就跟他看着你去死 你就是个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的玩家 人家老汉 连世仇都能放下 你瞧瞧你这副嘴脸 你就是自作自受 自始至终 就是你连累了大家 你就等着自生自灭吧 你什么意思 你把话说清楚 从小到大 你得罪了什么人 你不知道吗 是谁一直想要弄死你 你不知道吗 我告诉你 我呀就是个棋子 这好戏才刚刚开始 张立新 你给我回来 你把话说清楚 张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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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回来 你把话说清楚 张立新 你把话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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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挺好的 该说的都说了 我看聊挺长时间的 感觉上应该聊得 还挺顺畅的 不管怎么说 这事也算尘埃落定了 咱们以后呢 好好过日子 不想了 这倒饭点了 要不叫上红图 咱仨吃个饭 我累了 我想先回去 没事 妈 嗨 姐 姐姐 终于回来了 可欣 终于见到你了 终于见面了 你怎么比视频里还好看啊 阿姨 你们家都什么神仙基因 你们都饿了吧 咱们一起先去吃个饭吧 不用了 我们在飞行上吃过了 今天是肯定她爸生日 她得回家一趟 这样吧 姐姐 改天我做东西请你们一家人吃饭 今天我就先失陪了 好 好吧 拜拜 拜拜 注意安全啊 拜拜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嗯 杨杨 会会呢 她在考试呢 在爷爷奶奶家 她说了 一考完试就够来陪你了 好吧 姐辛苦了 你怎么那么客气了 我不客气了 姐 来 你买 你小子 妈 这套都给你们套好了 但是这个床单呢 好像有点旧了 我明天给你们去买两套新的 不用麻烦了 反正待几天就走了 对付对付就过去了 既然回来了就多待几天嘛 妈 把东西收拾好了 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 再走也不迟 算了 待得越久就会越流烈 再说这儿也不是那么安全 我们还是早点走吧 妈 你看 咱以后定居海南 有山有水 有儿子 还有波浪显人掌 波浪显人掌 如果在海南待得不开心了 来到中国最富的城市上海 看您的漂亮女儿和你的外孙 皇太后般的生活 是啊 妈 现在还多了一个儿媳妇 人家可欣长得又漂亮又懂事 您现在不用担心 这位先生会孤独终老了吧 还让我给他介绍女朋友 还有这等事 你们两个 真是的 妈妈是有点触景生情 可是我在海南住的这些日子 我还是挺喜欢那种气候和生活的 很轻松自在 最主要的是在那儿 我觉得心里很踏实 心里踏实最重要 对 好 哎呀 也不早了 我去收拾一下东西 你们也早点睡 明天我们还要一块儿去墓地呢 好嘞 好 谢谢 晚安 妈 谢谢 晚安 晚安 可欣答应给你去海南 他们家人同意没有 叔叔阿姨倒是蛮真实的 这次过来也是拜访一下他们 然后跟他们说一下 让他们放心 人家女孩愿意跟你去海南生活 你可以好好兑人家 工作上的事有什么打算 需不需要我帮忙找找关系 没有 海南那边地产商还挺多的 蛮多机会的 其实我已经找到了我闲亚找的工作 放心吧 我会自力更生的 我会自力更生的 终于安稳了 我怎么这次回来觉得妈 脸色可好看了 觉得她年轻了好多 是不是 放心吧 姐 我不会让你跟妈失望的 我会继续这样踏踏实的工作 一直安稳下去 好了 姐 你赶快去我房间休息吧 我这里 要给可欣打个电话 看完人家说得没错 爱情真的是会改变一个人 你以为那八千万人家真的是冲着我来的吗 你以为那八千万人家真的是冲着我来的吗 我告诉你 是我替你挡枪 你这一辈子得罪了什么人 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是谁一直想要弄死你 你不明白吗 姐妹你 我告诉你 我只不过就是个棋子 好戏还在后头呢 我只不过是个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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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妈 姐 你们先回去吧 我去找一下可欣 她公司还有些事 我去帮忙 好 那你自己注意安全 行 早去早回啊 姐 你带妈去吃饭 我下午就回来 好 你是说这摄像头里的 SIM卡也是宁术开的 对啊 我特意问了我朋友 他说这个摄像头里的 刺激卡 必须要本人实名登记才行 这不会有错的 看这小子真是突破不轨啊 我是觉得 蠢明的人有那么多 我们也不能完全确定 这个人就是你之前 接触的宁术 李垂多大点地方啊 还有哪个宁术 没事按摄像头监视我 田哥之前不就说了吗 说这小子就是一江湖骗子 专门去一些大公司 搞一些偷鸡摸鸡的购档 别不是想找点麻烦了吧 我估计啊 我估计他就是给我名片的时候 盯上我的 就是咱没发现 你觉得可能吗 就我们那公司 一个月都卖铺几单 他盯我们 太逗了吧 你说得也对 那为啥呢 要不这样 我们跟你哥 或者跟田哥打个招呼 毕竟他们只有这个人的底细 你 你真觉得他们不够忙是吧 就这么点小事啊 咱们俩自己解决 我们要这么解决啊 姜总 您稍等 不急 不急 哥 哥 哥 贤明敏来了 说是要见你 谁 贤明敏 哪个贤明敏 就之前立极集团那个 这姐姐怎么突然来了 不知道 说找你有点事 请她进来 我已经把她带进来了 怎么不早说呢 我先走了 好 钱总 欢迎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 您好 你好 快请坐 快请坐 不请自来有些冒昧啊 没事 没事 请您原谅 没关系 没关系 您是有什么事要吩咐啊 还是关于张立新的事 有些问题想要向您请教 张立新的案子不是结了吗 法庭上咱俩都在 还有什么问题啊 这件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 我去探视张立新啊 她无意中说出来 她说她也是被人利用 背后有人想要害我 张立新是你老公 你比我了解她 她说的话你能全信吗 对不对 我还是那句话 事过去了就翻天了 蔡总 您就帮忙给回忆一下 张立新当时来找您谈卖地的合同 有没有别人给她出主意 身边有没有一个幕僚一类的人 跟着她呀 幕僚 狗头军师呢 可能也许有几个 但是她每次来找我 都是一个人 其他我还真不知道 那她一开始是怎么找下您的呢 据我所知 我们立新之前 没跟您打过交道 不是 大姐 咱是不是上次那事还没完啊 您这是来我公司找咱这个 伺机抱我 财总 您别误会啊 没 没别的意思 现在有人想要害我 你说我一个付到人家 我是真没办法 行行行行行 我知道了 她是这样的 之前呢 那个人和地产那不靠谱的经理呢 给我介绍了一单生意 说这单生意呢有钱赚 我就联系了张总 而且这里面呢 都是正规流程 没什么可怀疑的呀 人和地产 什么经理啊 宁述啊 你弟没跟你说过呀 我弟 蒋红成 对啊 他认识宁述没跟你说过吗 那你可能真不知道 是这样啊 张立新走了以后 不能说走 张立新跑了以后 宁述呢 就愣没认出来 张立新做的这个合同是假的 我打一开始就怀疑 宁述跟张立新是一伙的 就准备要办的 结果你弟非要保他 保走了 我弟 他为什么要保他呢 他也没说得很清楚 反正含含糊糊的 我就觉得宁述呢 其实呢 也没犯什么法 我也没必要追究人家 对不对 还有 我觉得你弟人不错 想跟他交个朋友 何气生财 何况你弟还给了我 一段生意呢 有什么不妥吗 财总 这样好吧 您交友广阔 能不能帮忙 打听一下这个人 详细的来历和底细 这个人有什么可差的呀 您想想啊 一个连合同都看不明白的人 怎么利用张立新 别闹了 我这还有事呢 财总 如果您愿意帮我这个忙 我也愿意和您和气生财 目前 我是立新集团最大的股东 我手上有百分之六十的股份 财总您是生意人 您应该很清楚 一旦开董事会 我手上的这些股份 足以控制立新任何决策的方向 如果财总肯帮这个忙 我保证日后用我所有的能力 让立新在投资上 多向财总公司倾斜 多和财总合作 有钱不仅咱们一起赚 还让您赚得十分满意 您觉得呢 资料需要多详细 家乡几万父母兄弟 在哪里上的小学中学 有没有搬过家 有没有改过姓名 总之是越详细越好 简总是认真的 好 那个工商变更的资料 已经提交上去了 然后回头你做一下资产评估 然后再跟你那个接手的朋友 把那个合约欠了就行了 辛苦你了 亲爱的 有你帮忙就是不一样 你那边怎么样 我把那款玉给我爸了 他特别喜欢 我就顺势和他说了 我们以后的计划 他很支持 还说可以把一些海南的业务 给我们做呢 是吗 这么顺利啊 那叔叔一点都不担心你去海南 当然担心了 担心以后我欺负你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请客歇恩啊 择日不如撞日 要不今天吧 请你们一起喝一杯 顺便跟叔叔讨教一下 如何对付你 那等会儿见 拜拜 来 小妮啊 我可跟你说啊 又开始了 可欣可是我们家的掌上明珠 之前那么多人追他 我都看不上 你小子可得好好珍惜啊 爸 你说什么呢 是我追的他 不不不 能追到可欣是我的福气 我可告诉你啊 我现在只是同意你们交往 之后怎么样呢 还得看你的表现 你可不能欺负他 别还以为现在在海南 就天高皇帝远 那边我可是幼儿 你乱说什么呢 你看你 霸牛喝多了 怎么 我唠叨两句还不爱听了 能唠叨不 能 你放心吧 您说他对我很好 什么都依着我 你女儿什么性格你不知道 我不欺负他就不错了 对吧 就是说嘛 这小妮啊 一看就会照顾人 这一坐下来就没闲着 这不是给可欣加菜啊 就是给你倒酒 这一看哪 小妮就是个细心的人 女孩子天生就是要被宠的嘛 也请叔叔阿姨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对她 不让她受委屈 这句话我也听 小妮啊 别嫌叔叔烦 叔叔就这么一个女儿 是得多唠叨唠叨 是 要您不给我唠叨 我反倒是心里不大踏实 那谢谢你啊 这袋小意思你拿着 不行 拿着也没人知道 真不行 拿着拿着 那你们快点啊 谢谢你啊 来 走一个 你怎么又让她喝呀 她不能喝 她酒量不好 喝点 你看你喝那么多酒干嘛呀 哎呀 没事 这不是高兴吗 你高兴也不能这么安逸啊 要喝您自己喝 别拉着您说 哎 难得叔叔开心 哎呀 这小妮 来 干一个 真是个实在人 这小子不接电话 谁打 小妮啊 这高兴不喝多 真是 你包飞了啊 高兴呢 叔叔这次喝多了 叔叔高兴多喝点 慢点 不要见过呀 好 下次去海南 叔叔请你 咱们再喝 好 喝喝喝 来来来来 爸 小心点啊 小心头 小心头 你看看 小宁啊 不好意思啊 你叔叔一高兴喝多了 让你见笑了啊 没事 开心就好 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不了 我还有点事 你照顾叔叔吧 那我们走啦 好 你小心点啊 你待会儿跟我说 好 拜拜 还不接啊 喂 你好 你好 刚刚看您一直打我电话 有什么事吗 您好 请问你是宁树先生吗 是的 我们这里是那个临水平安仓库管理处的 我想问一下 您前不久是不是在我这边租了一仓库 是的 怎么了 是这样 您这个仓库啊要到期了 我们想问您还需不需租 我不租了 您不租了 那您能不能这两天过来办一下手续啊 因为您仓库里边还有很多货呢 仓库里没什么东西 要不你忘了处理了 不 那可不行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权限 进您仓库去搬东西 您还是来一趟吧 再说您那个押金不是在我这儿吗 押金先不着急 我现在在外地 要不你打我卡商 这样行吧 那个您写一个委托书 委托我们帮您搬 请您谅解啊 我们有点着急 因为您对面的一个租户啊 想租您的仓库 所以 什么 对面要租 对 您对面的人要租 他们想扩大规模 把你们那个仓库 还有隔壁的仓库都租下来 所以还是请您来一趟 如果实在来不了呢 我回头我给你个邮箱吧 您把这个委托书 发到我的邮箱上也行 不不不 这样太麻烦了 要不我找我朋友 过去把这事办了 你看行吗 好好 那也可以啊 那您这两天能过来吗 我尽量 好 那太谢谢您 谢谢您配合啊 谢谢啊 再见 谢谢 我刚听声啊 就是给我明天那个宁术 我现在百分之百确定了 就是他 是吗 对 但是我刚才听他那意思啊 他不一定能来啊 肯定来 为什么 你没听你刚才一说 说对面仓库 也就是咱仓库 要租 他心里就虚了吗 他心里一定有鬼 他洗下来怎么办 手中带土 喂 你好 是核心车行吗 这样 不要租一辆皮卡 这么免得的 你不能带沟 穿住 还是哎呀 他最后呢 那我们可不桂花 就是 你 要帮忙吗 要帮忙吗 妈 您看看这些 哪些是要留的 这个不用 这个 这个要 对吧 悠悠 我有个想法 既然我和你弟弟 要到海南去定居了 这套房子就没有人住了 所以我想 咱们不如把这套房子卖了 到海南去买套房子 你觉得怎么样 这是好事啊 我支持您 一会儿啊 你呀帮我到中介去问个价去 我们做到心里有数 如果 钱不够的话 我和你弟弟啊 还有些存款呢 妈 要换房的话我也出钱 不用 不用你破费 这怎么叫破费呢 既然要换 咱们就换个大点的 到时候我跟辉辉去海南 也住得下 一家人在一块儿多开心 真是的 我怎么把辉辉给忘了 好 对了 悠悠 你今天中午想吃什么 我一会儿给你做 我中午有点事 得出去一趟吗 我下午回来陪你一起吃 好 您看这个 上 这个小本子还留不留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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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你这么快就接了 我 我玩手戏呢 你怎么了 我听老田说你在淋水呢 在淋水 不是 你打听我情况 你就直接给我打听过来 你找他干吗呀 我这不直接找你了吗 怎么着 约饭啊 对 约饭 真是啊 还有点别的事情要跟你说 那 那行 那你把时间地点给发我吧 我现在就在淋水呢 地址我一会儿发给你 半小时以后见可以吗 好嘞 想啥来啥呢 宁总是吧 我说宁总这么体面一人 怎么也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啊 你给我送开 你刚找什么呢 是找这四季卡吧 我不懂你什么意思 我提醒你一下啊 这个摄像头里的卡 是注册在你名下的 对面仓库也是你租的 说吧 你安摄像头拍我仓库 想拍我什么呀 我安摄像头防盗 关你什么事啊 你这理由真好笑 你看谁家安摄像头防盗 摆摄像头安仓库门口啊 还对着我仓库门口 你今天跟我说清楚 要不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啊 你自我感觉也太良好了吧 我拍谁给我拍你呀 这破仓库有什么好拍的 你还骗我是吧 你还想打我是吗 打呀 你绑我打我 警察早晚抓你 打呀 来啊 别打别打 来 别打别打别打 把嘴给我闭了啊 我去 不能打呀 怎么了 你给他打坏了谁要付法律责任呢 你觉得挺硬是吧 你以为你之前干什么勾当我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我哥还不知道吗 行你等着吧 我这就叫我哥过来 咱们新账旧账一块儿算 看着他 您说的女朋友 也是咱们临水人 叫陈可欣 这缘分吧真的挺奇妙的 他们之前在临水就认识 但没谈恋爱 居然去到海南两个人 被撮合到一块儿了 挺漂亮的 那当然 我弟眼光错不了 最重要的是 他也愿意去海南生活 这次回来 就是要把这边的事情处理好 再跟临树一起去海南 我妈也决定了 要把临水的房子卖了 跟他们一块儿去海南过日子 你看 这是在天海角 对不起啊 什么对不起啊 这是不是有点不好啊 我本来让宁树去海南 是为了暂时跟我姐 隔离一下 你看现在两件事 基本上也解决得差不多了 他这定居海南 我反倒有点过也不去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这是他们自己的决定 我看得出来 他们是真心喜欢海南 愿意去那儿生活 真的 你放心吧 那 那行 那就为我们两家 现在团结安定 咱碰点 你说啊 有时候这爱情 还真能改变一个人 是啊 年轻人 为了爱情可以放弃很多东西 那我们这年纪又不行吗 人到中年了 你人到中年 你更得热爱生活呀 要不然等老了主管了 就来不及了 喂 红图 喂 哥 我这儿出点事 有人在我仓库对面 安摄像头监视我 现在他被我抓着了 谁啊 谁按摄像头 这人你跟田哥都知道 就是田哥之前说的 那个江湖骗子 叫宁树 我给你帮他 我给你帮他 他跟他一 해볼 上午后 有什么事 你往下 他跟着我 你帮他 你帮他 我 你帮我 你帮他 你帮他